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吸引不少民眾來朝聖 真的就是很大顆 就是很驚豔 然後CP值也滿高的 因為它其實不會很貴 就是以義大利麵來講 想吃重口味也沒問題 義大利麵這一回 和重慶酸辣做結合 加入乾辣椒和獨門辣醬 以及中藥滷製的牛肋 消費者直呼好新奇 對 很辣 我是在這邊才第一次吃到 就是滿特別 也滿有創意 重點是它的味道也很道地 把義式餐點玩出新花樣 青年級生老闆蔡長甫 其實是學甜點出身 也待過五星級飯店 但他心中始終有個老闆夢 儘管遭到身邊親友勸退 他仍堅持砸下百萬創業 端出自己擅長的甜點 沒想到初期生意不如預期 一開始是有做一些甜點 市場需求沒有那麼大 來的客員沒有那麼多 所以就慢慢就是 還是以中餐跟晚餐為主 才專心供義大利麵跟燉飯 兩年內菜單換過四到五次 也因為過程中和合夥人理念不合 菜場府面臨拆火 但他不氣餒研發出大份量蛤蜊麵後 曾經最高紀錄一天賣掉100斤蛤蜊 餐廳爆紅卻也讓他炒出了職業病 那時候就是肌肉串痛 然後最嚴重就是手腕 然後去國術館就是貼藥膏 像昨天就有去推拿 菜場府將甜點技法融入在鹹食擺盤 像是這道蝦子樂沙燉飯 一次擺上20隻蝦 視覺效果十足 是熟客才知道的隱藏版料理 儘管一天工作10到12小時 菜場府仍沒有後悔創業 他從失敗中學習 讓餐廳成功翻身 東蒸殘星我才要打邱清輝台北報導